中国女篮亚洲杯夺冠之后 李梦正式摊牌晚裤腿事件 姚明释怀 郑威看懂了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关于广大的球迷在近期高度热议的一个话题 那就是在中国女篮夺冠之后 那么李梦作为中国女篮的核心 在球场之上 包括在赛后的颁奖典礼上 接受颁奖的过程之中 他所做出的一个争议的事件 在近期引起了广大球迷的高度关注 大家都知道 李梦他本人也是在近日正式的发文摊牌 回应了此事件 让姚明彻底的释怀 那么众所周知 李梦作为中国女篮的绝对核心 在本届亚洲杯上 为中国女篮立下了汉马功劳 成为了球队夺冠的绝对的大功臣 他也是用个人的表现完成了救赎 重新赢回了球迷的支持 成功的打动了球迷 能够征服了球迷 为中国女篮立下了新功 帮助中国女篮时隔12年 重新站上了亚洲杯的冠军的领奖台 足以证明了李梦的价值 那么李梦作为一名世界级的球员 可以说他在过去WNBA的历练过程之中 他的成长是有目共睹的 那么同样在本赛季前往WNBA去打球之前 曾经呢 李梦因为个人的场外一些情感生活的问题 一度是遭遇了饱受争议和质疑 让很多球迷对于李梦非常的失望 各种的批评声音口入笔伐 甚至大家认为李梦他未来国家队的生涯 包括他的整个运动员生涯 都将会蒙上一层阴影 但是好在这一届亚洲杯 给了李梦一次很好的救赎机会 让他能够通过一个精彩的表现 帮助中国女篮拿到亚洲杯的冠军 算是重新的向球迷完成了证明的同时 能够换回了球迷对于他的支持和力挺 能够看出通过这届亚洲杯的夺冠 球迷对于李梦的看法 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反转 让球迷再度的开始力挺和支持李梦了 这是广大球迷 包括姚明 包括郑维愿意看到的结果 因为李梦对于中国女篮来说 有着不可或缺性 因为中国女篮眼下我们的三号位 有李梦在 我们这个位置就有优势 但是李梦一旦不在 我们的三号位就无人可用 所以说李梦的重要性 真的是不言而喻 不可或缺 那么大家也不希望李梦这个点 再出现任何的意外情况 但是在本届亚洲杯上 大家也能够发现 李梦此前的视频我们也说过 他在亚洲杯的比赛之中 他是习惯性的把自己的一个裤腿给挽了起来 而且在赛后的颁奖典礼 包括很多接受他个人奖项的颁奖 和球队的颁奖的过程中 他挽起的那条裤腿上 印着中国女篮赞助商的logo 那么他在这样的一个行为做出之后 很多外界的媒体球迷解读为 是李梦反击中国女篮赞助商的一个行为 因为该中国女篮的赞助商 在李梦传出当时知三当三丑闻的时候 第一时间删除了所有李梦的宣传推广的物料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让李梦非常的生气 如今李梦重新获得了认可之后 相当于他反戈这一次的赞助商 那么这样一来就相当于激化了 双方之间彼此这样一个矛盾 那么这样的事件真的存在吗 李梦终于在亚洲杯夺冠之后 他个人亲自发布了一个视频 在社媒上通过这个视频的摊牌 也算是向外界回应了这一次挽裤腿的事件 正式的完成摊牌之后 终于让姚明完成了释怀 让郑伟也看懂了 李梦这一次是怎样摊牌的呢 我们看到他录制的这个视频 首先是直接提及 并且感谢了该中国女篮的赞助商 以及这个赞助商的相关的负责人 能够看出相当于 也就暗示着他跟该赞助商 没有任何的矛盾 甚至可以说已经达成了和解 即使以前有过什么隔阂的话 如今双方也不存在这种隔阂了 双方已经一笑免仇 所以说未来大家都会为了中国女篮的成功 而共同的携起手来 共同努力 所以说在我们看到了 李梦通过这条视频摊牌 亲自能够去回应这件事情之后 也就让大家外界的那种争议不存在了 让大家对于李梦的这种争论更不存在了 让大家都能够看懂了李梦 如今他的成长 他的成熟 对吧 让姚明是非常的感动 也终于释怀可以放下心来了 让郑薇也看懂了 如今的李梦 真的是没有辜负他的信任 他作为中国女篮的核心 未来也一定可以引领着中国篮球 走上更高的高度 我们也共同的拭目以待 我们下期再见